空军 空军作为现代军事领域,很多国家都相对重视的一点,很多军事大国都在逐利研发新武器来提高自身空中作战能力。 美国作为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,在战机的研发中,自然不会弱于其他国家,但近日美国宣布所有F-35战斗机停止飞行,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 F-35战斗机是美国一款达作单发战斗机,属于第五代战机,其本身具不优秀的性能和出色的空中作战能力。 不仅有较高的隐身设计,具备先进的电子系统,还有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,无论是前线支援,目标轰炸还是空中拦截,都有十分亮眼的表现。 在近日发生的几起F-35战机堆毁事件,让美国选择对所有F-35进行行飞处理,等到检查无误后再考虑是否继续起飞。 其中两起飞机事件都是突发事故,好在飞行员许量有数,都在事故发生时第一时间反应,从战机弹出落伞逃生,没有造成意外伤亡。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,在经过这几起事件的调查来看,是可能出现输油管被替换的问题。 停止起飞的F-35在经过检查后,如果发现没存在同个问题,将恢复正常飞行,有问题的战机在进行维修检测,预计检查工作将在48小时内完成。 F-35作为第五代战机,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设计研发上不应该存在这种低级的问题,而且当时造价高达1亿多美金,是全世界最贵的战机。 直到现在还有245架F-35战斗机在美军服役,其中以色列、英国等国家也有装备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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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